它是說你必須要等50分鐘後拍一些鏡頭 但是,是真的需要嗎?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MED的Partner 四月囉,還不算非常熱,可是陽光已經很強烈 還好現在大家的防曬觀念都還不錯 可是有一個問題對很多人來說一直是未解之謎 也就是,擦了防曬以後到底要等多久,防曬才會開始有效果 有人說30分鐘,有人說10分鐘,有人說馬上有效,眾說紛紜 但永遠不確定誰說是真的,誰說是假的 因為我們看不到紫外線嘛 那今天我們就要藉由高科技突破人類的極限 破解這個存在已久的謎團 一般的相機就像臉色一樣,全能看到很激光 這台相機則保留紫外光的破斷 測試的方法很簡單,就是現場照射紫外線燈 然後直接觀察在紫外線相機的拍攝下 計時多久會浮現防曬產品的效果 目前和燈的這個距離 相當於是戶外陰天的紫外線的數值 OK來,事不宜遲,開始吧 你拿乳液給我耶 呃,不好意思,我們重來一次 計時,開始 等等,這根本是立馬有效嘛 容我解說一下,在UV鏡頭顯示黑色 表示照射紫外光被防曬乳吸收 而沒有反射回鏡頭 效果...拔裙 那讓我們來欣賞其他人的效果吧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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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過去為什麼會有要等待30分鐘的這個說法呢? 那是因為現在的防曬產品大多屬於乳化性的機質 使用在皮膚後要讓防曬成分達到比較均勻的分散效果 而讓整體防護效果更好 是需要一點時間的 但是,即使不這麼做 防曬效果還是有的喔 不用等待15分,甚至是30分鐘 防曬成分就會發揮作用 而且不管是物理性還是化學性的防曬 都可以立即的防曬 如果要提早擦 目的也是為了避免分布不均這個問題而已 你身邊是不是有朋友常說 哎呦,要等30分鐘 現在擦也來不及了啦 不擦了不擦了 這種逃避想法 拍這支影片就是要趕這些逃避的孩子們 告訴他 你沒有藉口啦 你沒有藉口啦 So the myth is Buster 你幹嘛看不說你是誰啊 欸,你其實可以把它抹在吐司上耶 你的眼神應該會抹那個吧 巧克力醬嗎 我們是MED Partner 由一群醫師、藥師、營養師、化妝品配方式組成的專業團隊 如果想看更多保養保健、瘦水的知識教學 迷絲破解 還有偶爾打臉不笑場上的影片 歡迎留言按讚分享 也別忘了按下訂閱以及旁邊的小鈴鐺 追蹤最新的影片喔 F Member 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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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patience Cis Ci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